嗨你,我是零零 上期我们聊了聊寄生虫 大家应该看得还愉快吧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种 更凶猛,更残忍的寄生方式 也就是你寄生的寄生风 如果说寄生虫只是在宿主之间白嫖资源 搭个便车 那寄生风就是把宿主吃干抹净 利用到极致 今天全片都会很哇塞 点个关注,再三点 我们马上开始 嗨你哦 寄生风也是摩赤木西耀鸭木的成员 我们之前聊过的蜜蜂、狐蜂、熊蜂、蚂蚁 它们都是社会性的 而寄生风都是独居的 哼,社会性 女王自己都活得跟个员工一样 我不需要员工 我只需要奴隶 它们的种类也很庞大 像泥蜂科、小蜂科、积蜂科、减蜂科、土蜂科 等等 它们都是你寄生属性的风类 大家看图片有没有发现 它们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处须跟细长 屁股上好像有根很长的针 尤其是腰腹部 可以细到离谱 和熊蜂一对比 甜食害人啊 大家可以猜一猜 这么细的腰有什么作用呢 A和它们的住所有关 B和生殖有关 C和它们的食物有关 可以在弹幕上回答 答案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寄生风是许多昆虫的噩梦 受害者主要是翘翅目、零翅目、双翅目、半翅目的昆虫 甚至还有专门寄生蜘蛛的 寄生风会把卵直接产在宿主的体内或者是体外 这些卵会在里面孵化 并且开始蚕食它们的宿主 没错 就是活植 它们会不断发育 会化咏 直到有一天从它们的身体里面破壳而出 注意 它们可以在昆虫的卵、幼虫、咏、成虫 这四个阶段都可以寄生 有的是专性寄生某一类昆虫 有的是可以寄生多种昆虫 光这么口述 你们可能不会有什么感受 我们来看几个实际的例子 随便的饭都吞一吞哈 这是一只鸡蜂、大长腿 还有两根长长的触须 那是它的探测器 它在这个树上长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两个圆圆的东西 就是这 它抬起了自己高贵的腹部 这根巨长的东西 就是它的产卵器 这么长 是要激戒吗 当然不是 它在调整角度 摆震姿势 没错 它要把产卵器插进这个木头里 大家看到腰部细长的作用吗 就是可以很灵活的弯曲 它一点点深入 直到戳进了睡在里面 木蜂幼虫的身体里 分泌了一点毒液 让它永久的瘫痪 就好比你在房间里睡得好好的 有个变态就直接隔着墙 给你来一刀 它不会死 但也不会长大了 积风把沉卵器收回一点 然后在这只木蜂幼虫的身上 产下了一枚卵 这枚卵会孵化 会长大 就靠蚕食这只木蜂幼虫 它最终会涌化成沉虫 这是一个体外寄生单个卵的例子 我们再来看看 体内寄生多个 或是什么样的画面 前方有小可爱出现 这次的受害者 是喜欢啃菜叶的毛毛虫 它们拼命干饭 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蜕变成 大白粉蝶的 但是很不幸 它被一只盘荣剪蜂盯上了 再次说明 不要吃得太胖 会被吃掉的 毛毛虫虽然很努力地挣扎了 卷腹了 但奈何不了 人家的腰灵活呀 盘荣剪蜂会找准位置 在毛毛虫体内 植入16到52克卵 它们会在它体内发育长大 直到有一天 咬破它从里面钻出来 这个过程呢 就很像你挤黑头 那个画面就非常美丽 我还是不放 怎么可能 它们出来是为了吐司节俭 进入勇气的 这个时候的毛毛虫 看上去已经被榨干了 但它还活着 而且让人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 它会吐出自己的丝 把这些碱盖住 在它们旁边守护 直到最后一刻 这些丝本来是毛毛虫要给自己做碱的 它永远都不会变成蝴蝶了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 毛毛虫不但被榨干了 它还被操控了 我们在这看一下寄生在成虫身上的例子 一般寄生风比较少寄生成虫 因为成虫体型更大 往往有着坚硬的外壳 不太容易得手 不过你可以看看扁头泥蜂 是怎样完美寄生的 受害者是一只比它体型大很多的蟑螂 扁头泥蜂会先遮下它的前脚 注入毒液 让它短暂的麻痹 然后第二次 它会非常精确的 遮入蟑螂脑内一个控制逃跑反射的区域 注入毒液 这种毒液可以阻断神经地质章鱼案的传递 让蟑螂丧失掉逃跑的反应 等毒素起效 扁头泥蜂还会嚼一嚼它的处虚 科学家推测这可能是在品尝 毒液的剂量够不够 多了还是少了 注意 蟑螂不是被拖进去的 是跟着它走进去的 最好的保鲜 就是吃的时候 它还活着 它吃得太高级了 扁头泥蜂会在它身上 敞一到两颗卵 然后把这个洞封死 卵孵化以后就会钻入蟑螂的体内 吃它的内脏 然后在里面化涌 最后从蟑螂身体里蹭一下跑出来 我要是蟑螂 我宁愿被拖鞋拍死 所有被寄生风盯上的宿主 它们相当于是成为一个活着的子宫 一个很好的庇护所 甚至是保姆和保镖 有的蜘蛛被体外寄生以后 不但被活活地吸取营养 而且会在它们生命结束之前 支出一种特殊的减网 更牢固 方便这只幼虫 在上面作茧 画涌 我只想说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寄生风根据寄生形式的不同 需要用到三个主要的技能 第一 如果是体内寄生的话 它们必须要有办法逃避素质的免疫系统 不然这个卵会作为义务 被免疫系统干掉 第二 如果是体外寄生的话 它们必须会精确地麻醉 能够让宿主活着 但是不动 老实地被吃掉 第三个就是 不管是体内还是体外 最好能够操控宿主的行为 让它们的生命在最后一刻 都能提供保护的作用 寄生风的卵 是怎么逃避免疫系统的呢 它们靠的是一种 和它们共生的病毒 叫多去养核糖核酸病毒 包含两个鼠 53种 这个病毒不是寄生风 从哪里感染而来的 而是它们出生就自带的 病毒的基因 已经整合进它们的基因组里了 世代遗传下来 这个病毒只会在它们的永期 和成年磁蜂卵巢的 特定部分中复制 病毒也算是一个寄生物 它和寄生风合为一体 成为它的一个功能 当寄生风把产卵针 插进盲磨虫的身体的时候 病毒粒子会包裹着卵 一起植入 它并不会在盲磨虫体内复制 它只是会抑制宿主的免疫反应 还会改变它的发育和新生代谢 让它有利于寄生风的幼虫 在里面生长和存活 哦对了 寄生风也是会被寄生的 有两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寄生风会用气味标记 它产过卵的磨磨虫 这只磨磨虫已经被我占了 你去找别的磨磨虫去 一个是为了警示别人 另外一个是为了警示自己 毕竟磨磨虫都长得一样 如果同一个磨磨虫里面 产的卵太多 其实不利于后代的存活 那一个磨磨虫体内 除了自己 还寄生了其他寄生风的卵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吗 在多胚跳脚风声上 发现了这样的情况 这真的是我见过最诡异的事情 首先它会在宿主体内 排两颗卵 一个磁性一个雄性 就这两个卵能进行胚子分裂 它们能自己复制出 300多个同样的兄弟姐妹 然后这其中会有一部分 先发育成不育的士兵 它们不会长大 最终也不会涌化 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 在这个宿主体内 杀死其他寄生风的卵 而其他的个体 最终会发育成熟 然后从里面爬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风的后代 它短暂地出现了社会风功 目前还不清楚它的决定机制 但是你能够重重感受到 最大的压力永远来自于同类 卷不死你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些下巴有没有 这样这样这样 寄生风小的可以寄生牙虫 大的可以寄生狼猪 手段确实残忍 这种行为的背后 也是对后代操碎了心的投入 就是有点肺毛毛虫 而且由于它们寄生的 很多都是一些农业害虫 所以人类会拿它们做生物防治 嗯 真是个大聪明 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并且愿意给我一个关注 点赞和转发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讲一个 大家都认识的主 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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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